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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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笑声旺》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是我的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伊特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条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23条立法 因为要在立法会和各位议员聊聊 接着才可以叫做正式三读通过 议员方面也有很积极的提问 没错 较早前也有很多质询 我发现你来我往都颇为积极 其实都是好事 不过有些人总会说都是一场戏 你怎样觉得也好 这就是一件事 但是看到本土派也好 就是流港那些本土派 还有离散那些 似乎两方面都各有一些计算 我们这些另一节可以慢慢再说 挺有趣的 有一些移英港人在黑暴事件之后 BNO组家英国推出了BNO签证 这件事 令到有一群人 就叫做过去 用5加1的形式 但是说实际6年相当之长 他们都会觉得很忐忑 会不会有机会做不到英国人呢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做不到英国人呢 你不是拿着BNO签证去英国呢 怕什么呢 他们就很希望可以真真正正的换一本 跟他们眼中英国白人一样的英国护照 希望真真正正的跟他们一份子 他们某程度上是一种羊奴的心态 为什么自己会低他们一等 如果真的可以跟他们大大声说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拿着同一本的护照 到时就可以用同一部杂机来过关 他们有一种很奇怪的优越感 只能够这么说 而这种优越感应该只不过是出自于他们的幻想 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幻想 也挺有趣的 无端端又说回当年BNO平权的事件 其实这件事他们争取了很久 尤其是在2019年9月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搞这件事了 就是没有BNO签证之前 有几百人那时候拿着黄婆婆 最喜欢费的英国国旗 还有什么BNO那本的东西 一起去了英国驻港领事馆 搞这些BNO平权的集会 他就说要求英国方面给他们有完整的公民权利 包括最重要的居英权 那时候也很厉害的 有七百多人去参加这个平权的集会 甚至乎他们为了向英国示好 或者告诉他们 他们有多爱英国 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就是唱英国的国歌了 这么有趣 那个画面一直举到七尺那么高 就是在英国国旗 一直在一起唱国歌 不是唱袁荣光 是唱英国国歌 然后再揮起港英旗 哇 那真是欲骂到死 什么人来的 他们最希望当时 领事馆方面可以把这些信息带回英国政府 让他们知道原来有一些遗民竟然流浪了在香港 现在就很想快点回来 因为有这个叫反修例 什么警暴 黄军 随时打死他们 很心似箭 很重要啊 命远一线 大佬 快点放我们回应祖归宗吧 但是谁知道 变成了一个 BNO签证五阶 其实他们已经 立即 轻轻的了 对吧 没错 已经很开心了 现在都说了这帮人上得床牵屁感 他们会觉得 都不够有那个保障 就是你住够5加1就不够 5加1之后再申请又怎样 觉得很烦 现在是这样说的 如无意外 中国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 就会在这几天通过 虽然英国内政部早前几天 出了一个最新的公布 关于入境条例的修订 对于BNO签证的要求 今次有些人说是天大好消息 放宽 有些例如受养人那些 但是对于我们平权运动 BNO人士来说 简直是小恩小惠 既然港共政权即将推行23条 为什么大英帝国政府不直接平权呢 我们BNO本身就是英籍之一 好天真呀 这样你觉得也是 人家写得overseed的 都很清楚的啦 是咯 你真是傻的吗 认亲认绩在这 不过是这样的 这帮人真是 到现在啦 都仍是拿着那本 BNO 拼来拼去的 觉得是 有一种奇特的 自豪感在这 不事实上这份BNO的护照 所带给到他们的身份 是不完整的 这个这么不完整的身份呢 要有什么理由 可以 说服到英国 要给他们一个完整身份呢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透过这个BNO 在英国居住5加1年 之后就可以 成为一个 真正的英国人 但是这帮人 已经是 等不及了 想说现在立即 给他们了 那怎么可以 这么没规矩的吗 是不是 喇喇 他们的角度 又不是这么看 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公平 自由 民主 就是这些东西嘛 他说 你没理由 跟我说这本只是旅游证件 不是吧 为什么 BNO签证 有了之后 又可以让我们在英国投票 又可以让我们参加做英军 为什么 这些又可以 为什么可以 又不可以 不如直接 当我们是英国人 让我们做好 他们会觉得这样 哦 很好笑 他又要继续中英联合声明 而且 BNO这个英籍身份 在 中英 谈判结果 得出来的一个成就 既然现在中国都说 一组 中英联合声明 已经是历史的文件 现在还要连续推 两个恶法出来 令到香港 变成一个 大监狱 英国还要怕中国什么呢 所以 BNO平权 才是唯一出路 这个逻辑挺有趣的 你出去试试试试试试 看看有没有人理你 不是怎么样 你就跟英国政府说 或者联络一些 英国的主流报章 看看会不会让你出一篇文章出来 要如何争取这个终极平权 你在这里围奴 或者自己 扮认意见领袖 这样说 是没有意思的 你说是否香港 变成一个大监狱 老实 你说那些什么 细枉白 也有说类似 香港变成大监狱 所以不得不离开 他这么爱的香港 他的意思就是 哎呀 你都说 23条也好 国安法也好 英国方面 都会出声 如果你都觉得这件事 这么恐怖 觉得是 令香港人 没有了言论自由 或者很危险 你不如快点 平权他 BNO直接变英籍 那就可以了 快点 对呀 这样也被你想到的 他们真的很恨 挺有趣的 奇怪 我都不明白 有什么好恨 老实说 为了香港 其实很多这些人 本身都住得好好的 但是真不知道 发什么神经 我觉得 英国真是 大别好的地方 一样 但现实 你看回 英国 各项的经济指标 都这么差 有这么多城市 陆陆陆陆地破产 都不知道有什么好 真是奇怪 这些人都是 是不是精神病啊 当然 那时候 英国也很懂得玩 就会在他们的议会里 都会说 哇 应该真的要 紧急 检视一下 BNO持有人的权利 包括居留权 他们就会立即 觉得很高兴 是否会让我们做英国人 可以叫做平权 他们很搞笑 他们不单 只会为英国唱国歌 或者在一起 帮他们的BNO 我还很记得 想当年 甚至乎 有人跪在地上 你觉得他们做什么 跪 求英籍吗 他们不是 他们说我要为英国 以及英国的皇室祈祷 是啊 真是神经的 有什么祈祷 你用来思识 你想想以前的歌 就是加灵歌 唱给汪雅姐听的 我向你求婚 我求你答应 我求你答应 这样的 他现在 我为你祈祷 我求你答应 让我们做英国人 哎呀不要那麼瘋了 其實他們都說了很久 如果國家方面都說《中英聯合聲明》名存失望 那你就不用理會那麼多 不要說那麼多 立即讓我們BNO平權就算了 不需要再忌諱什麼了 他們有這樣的意思 這個我覺得就想帶你頭 他們會否擔心自己的能力 甚至乎擔心英國政府到時在五加一最後一年 會否想出什麼來攔住你們 或者會否怕自己能力不足有什麼問題 所以到最後不能夠做真正的英國人 因為有些人看到細枉白死了的事情 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會擔心自己死不眼閉 死了就不是英國人 似乎是 長埋英國土地做英國運 但不是英國人的身份 就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雖然我們說 人的事情就說不買 但是 不要這樣借助這個機會 希望英國政府會讓你們平權 老實說 如果要平權的話 一早就平權給你了 是不是呀 對呀 英國政府都不是傻的 都是希望 你幫人來的時候 都貢獻多一點 因為始終英國 現在看回 有不同的人去 都是希望 從這些移民裡 貢獻一下 英國的經濟而已 如果什麼都沒有貢獻 就想給你的 那就對其他移民 很不公平 再者 你用一下你的 在臀部的腦袋 想一想 如果現在 相對於2019年的情況 請問 現在23條 在立法會上 都討論了這麼多天 說了這麼久 就算 你們什麼 外國勢力 在威娃鬼叫 在吵 有說23條 這樣那樣 又在用什麼報紙 弄一些標題黨 抹黑 那些 就算是這樣 都是這樣 沒有了 香港 有什麼問題 就算 那時候出來 喊生喊死 反對逃犯修訂條例 反送中 不是走光的 就是在通緝 或者移民 或者離開了香港 再不然 就留守在香港 就這樣了 沒有了 就這樣 沒有 沒有其他事情 所以 怎會有這樣的緊急需要 要為你們的事情來做平權 是不是 你還說什麼 不會的 如果你說什麼 香港已經變成了大監獄的話 那為什麼 這個MIRROR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就是打破了香港大監獄的謊話 何解呢 MIRROR 12個 連著花姐 連著什麼 一起過來英國表演 你們又可以看到 是不是 就是啊 那為什麼一定要 立即給你們的英國公民資格 才行 都不是什麼監獄 你們說到 就很恐怖 事實上也不是 還有 你們自己自爆 有些疑英的鏡粉 竟然說自己 較早前 就是MIRROR 幾月 好像過年 就有在香港演唱會 在香港搞 我們還有說過他們 不知道跳舞跳得很有趣 姜濤肥肥地在跳 跟教主跳舞battle 很過癮那段 就是在香港演唱會 記得嗎 有些疑英港人竟然回來香港 看了三四場 如果香港大監獄 又說回來香港會被人拘捕 又說有監控 又說有國安法 又說 又不拘捕你之餘 還要讓你可以看演唱會 在V-R-鬼叫 還要很興奮地告訴別人 我故意飛回香港看MIRROR 看完之後回來再等 MIRROR來到英國再看多一次 哇 挺困難的 其實有錢就可以了 你說香港大監獄嗎 如果香港是一個大監獄 很多城市舉辦 城市監獄 真的 找你不停的參與 給你們看一些城市 是不是這樣 就算你說什麼發光彈也好 什麼都好 香港始終都是在搞很多不同其他的活動 你說什麼變成大監獄 說到進來香港會隨便拘捕你 不要玩我啦 傻子 所以你不用做夢 做夢可以慢慢想想 突然間黃欣浩蕩在這裡派出免費報 BNO可以平權 他們都是英國人 你們即日起就可以換到英國真正的身份 哇 我喜歡做英國人 睡覺的時候 雙手放在胸口 就像死了 然後就搭著BNO 他們期望第二天睡醒 那本東西會變成英國真BNO的護照 可能是這樣的 慢慢做夢 平權 你也瘋了 我們這次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